今天的TVBS娛樂頭條追星情報戰 我們要帶你來看破天荒舉辦 也就是即將在明年初登場的 民歌舞時高峰會最終場 首度先在今天舉行的見面會 流氏笑容率領九位民歌手 搶先會歌迷也帶來天籟美聲 我一樣入光中 我一次 你說我想起一遍 聽見了上帝紅顏 啊 我醉了好幾遍 我醉了好幾遍 而現場還比照演唱會的橋段 開放歌迷點歌 難得的見面會當然也有福利 購買演唱會門票的觀眾 現場還能兌換海報 也能夠參與海報簽名的環節 眾歌手也開心跟歌迷們同歡 簽海報啊 或者我們的專輯 很久沒有 很久沒有這樣子簽海報的感覺了 所以覺得很新鮮 很新奇 在這邊跟大家見面 也覺得非常的有緣跟愉快 謝謝你們來 民歌五十年在明年就要舉辦 但是我相信永遠有非常多民歌 陪伴著我們成長 在我們心裡面那個記憶 永遠是清新的 那民歌就是這種同學會以後不開了 是不是有點沒道理啊 你看我幹嘛 你想一下 要看小魚 要用最期待的心情迎接 明年一月十一號在台北小巨蛋 以及二月十五號在高雄巨蛋的 民歌演唱會 帶大家回到美好的青春歲月 以上就是今天的追星情報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